请问钱从哪儿来的 银行贷款2500亿人民币 而我们的大学生是2600万在校生 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学生平均1万元 基本建设 这个基本建设是银行贷款形式出现 是完全违法金融纪律的 因为大学没有还债能力 可中国领导一说话就给带了 带了这种回本来 现在都是优质贷款 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复稀 等到还贷那天 我们建设银行的副行长 等到还贷那天怎么办 他说那时候我退休了 这些问题我们要正视 所以要防范危机 危机发生在我们银行那里部 而不是说外来的冲击 所以我们要如履不兵 如临深渊 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应当应当 汤这个浑水 我个人的意见 首先要看有没有这个能力 究竟美国金融体系的缺口有多大 请告诉我们真实消息 中国人才能做决策 否则任何中国某个人的建议 都是胡说八道 我们的派手非常清楚 所以在这次会议上 在北美的这些 中国经济学家碰到的头 大家意见基本于是 所以也反应回来北京 关键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出手 把钱交给班奈克 班奈克能不能保证 不再增发美元 否则我给你两千亿 你花了又给你一万亿的票子 我那两千亿就等于打水漂 影子都没有 你要不发美元 我才能给你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办法 我们提出来 可以 你美国人真的要找我们借钱 以人民币结算 对不起 你向我借一万四千亿人民币 我当场给你 讲来你还我人民币 你一万一美元 跟我没关系 做生意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美国人无法接受 因为这个等于摧毁了美元体系 从此国际结算货币 又多出一个人民币 现在呢 中国到底怎么样 不单给大家吃炒 这个不必趴大军情 2008年11月 出口环比下降14% 大家说不得了 可是进口下降了22% 为什么进口下降这么多 大家仔细看海关数据 该进口的都进口了 主要问题 石油掉下了 铁矿沙掉下了 这是我们进口的主要大点 反而我们的外汇 结余外汇外购分差 仍然在包围面前 两个都像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金融系统 因为还有钱往中国走 所以并不太危险 而电视电脑的订单 急剧下降 美国卖不动 仓库堆满了 可是廉价商品的订单 有增无减 劳工的密集级产品 销路甚好 大家都知道 CLS的生意不好了 完蛋要死多上车 所以中国现在破纳密需呢 它有很好的条件 4万一日的钱 发债券我们完全能筹得到 而现在呢 主要要建设这些公路 桥梁铁路 特别是南水北调工程 需要大量的钱 这个和三十年代 罗斯福新政的背景相同 而美国现在想建基本建设 请问往哪修桥 该修的都修好了 该有的高速公路都有了 所以美国想刺激内需 困难要比中国大得多 而中国现在只要把这些 基本建设上去 讲起来的基本回报 整个国力的增强 是大大有好处的 所以结论就是 中国充满着希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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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